卡布 周深 带你听 其实一开始还是比较 怎么说 音乐过于活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又荣幸地感冒了 然后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还就是特别的难 就说完自己都很想笑 然后首先非常开心 能用这么一个小小的平台 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很严肃的 偶尔还是可以严肃一下 对吧 以后每个星期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都能够和这个节目见面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 给大家讲的东西 继续支持我掌声 在哪里 完全就是玩得够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正题 也不算正题啊 算是正式内容吧 其实刚接到这个 说我们要开电台啊 有一点小兴奋 很开心 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才知道很难啊 就比如我刚才在找音效的时候 我想要刚才的尖叫声 但我找到的是 就各种 我觉得这不叫尖叫声 这个叫掌叫声 然后呢 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 好 话说 话说 有点老透 好 没事 话说 我们 我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 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吧 说的是关于熊孩子 熊孩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生物 不过呢 不用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都是从熊孩子变起来的 所以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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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还没有进化的自己 我们就赶紧逃跑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 说的是 在地铁上啊 一个小孩就吵着 要玩旁边帅哥的 五豪金5S 然后他妈妈呢 就无奈地对帅哥说 哎呀 小孩子不懂事吗 你能借他玩一下吗 一会儿就还给你 然后帅哥呢 并没有同意 然后小孩就哭得更厉害了 然后旁边一个妹子 看不下去了 就拿出自己白色的iPhone 递给了那个小孩的 鄙视的对帅哥说 玩笑 能往外 然后 话刚说完 小孩就重重地 把那个手机摔在了地上 说 我不要白色的 那虽然说 这个事情可能是个段子 但我也不希望它真实地发生 因为 怎么说呢 他那一摔啊 摔碎了一个 少女心 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里 最近呢 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包括我也一直在问 很多朋友 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 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啊 介绍给我听一下 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 频繁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好歌真的非常的少 所以呢 在我这个电台节目里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好听的 你可能没有听过的一些歌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 周深 私信告诉我 你觉得哪些歌好听 我们可能没有听过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音乐 然后今天我介绍的这一首歌 是来自法兰西的女歌手 Jam发行的第一首歌 是收录在她个人EP Hope里面的 这首歌可能有人听过 因为她的MV啊 非常的夺人眼球 是通过一些视觉错误 拍成了一个MV 我觉得呢 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首来自法兰西女歌手 Jam的一首 Come 非常好听的一首 孩子有这样的胖 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继续来谈论那个话题 熊孩走 看到那条微博后 我就有看评论在下面 有说 妹子可怜的 有说 哎呀 妹子活该 然后又有说 我支持帅哥 但是呢 也有人说 是这个帅哥的错 如果他当时 把这个手机给那个孩子玩 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 每个人观点不同吧 任何一件事情啊 只要放在大家的面前去说 一定会有 各种不同的评论 然后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可怜的大人受害啊 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熊孩子 大家都特别的了解 因为也是非常热的 然后接下来 我就看到了一条 为我们大人啊 我们大人 报仇的一件事情 这个呢 是一个真实事件 说的是 在日本 一个熊孩子 玩坏了亲戚家的手办 他父母被索赔 四百万日 哇 哇 要不 也就是 那些手办 就相当于我们 那些大街上 就是真金白银的切膏一样啊 但是呢 人家这个亲戚 也不是去坑他 因为熊孩子玩坏的 正是这个宅男 我们 我们无敌的宅男 就是宅男家里那些限量啊 世界的 没有几个的那些珍贵的小手办 然后呢 熊孩子怕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但什么能够征服熊孩子呢 这就应验了 网上特别红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又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 他说的是 在火车上 一个熊孩子一直哭个不停 旁边一个颜值非常高的男生啊 就去稍微的抚摸了一下 他说小孩别哭 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小孩就真的不哭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在想 如果是我 他可能就大叫了 像这样 然后呢 就因为这件事情 这位帅哥就红了 我当时又想了 我这么拼死拼活的唱歌 都还不如人家天生的一张脸 所以啊 这个看人世界 真是非常残酷 你还有没有听过 或者遇见过什么非常可怕 或者解气的 关于熊孩子的事情呢 你就微信私播我吧 微信私播 微博私信我 和我一起分享 那些非常解气 或者非常可恨的 关于熊孩子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如何正确面对熊孩子 好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 是来自蔚蓝的一首粤语歌曲 叫做 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 你都给 味道给 好 让我们一起来听标准的 欢迎回来 我是周深 这里是卡布周深带你听 这首歌好听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好 然后大家 很多人认识我呢 可能是一开始 就在网上听我唱歌 然后也有很多人呢 是通过好声音才认识我 然后今天夏天 好声音第四季 又回来了 然后导师依旧有我 最亲爱的那天 还有周久伦 余思静 汪峰老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节目 在唱高峰 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就叫做 听我来讲 鼓子 有趣的故事啊 我发觉更多的都是 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比较 碰碎的事情吧 然后突然间我找到一个叫做 阴间由差的一个小说 或者是 严智阳 我觉得应该有意思 然后我就读读看 希望它是一个有意思的小说 没有让我们说 阴间由差 虽然我不知道它到底碰不碰 但是 蓝小 不如我 阴间由差 严智阳 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也未必会相信 我曾经 我曾经把一些事情 断断续续的 讲给一些朋友听 在他们听完那些 离奇的事情之后 他们大多 只是抱一淡淡的微笑 2012年 春夏交替的世界 我身边发生了两件大事 而这两件事 都与一个人有关 爷爷 2012年 刚过完春天 爷爷去世了 爷爷是一个 充满了神秘感的老人 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 时常自己一个人 默默的吸烟 在我前20多年的记忆里 我几乎没有见过他笑 爷爷过世后 留下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家 坐落在小县城 偏僻的角落里 濒临破产的扎纸店 另外一样 就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 这家扎纸店 是祖上留下来的 与扎纸店一起留下的 还有一手漂亮的扎纸手艺 想当年 我的祖先 就是凭借着这个手艺 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 养活了一家人 不过 这手艺 传到爷爷这一代 也就几乎失传了 父辈们 都有着自己的生意 而令他们意外的 是那笔数额可观的债务 自从奶奶过世后 爷爷几乎每天 独自生活在扎纸店中 极少出门 每个月 父辈们便会 按时的给他生活费 不过 那笔债务 究竟是爷爷 何时 为何事而欠下的 却不得而知 而让父辈们 更加困惑的是 在爷爷过世的时候 留下了一份遗嘱 这份遗嘱 有上下两部分 上部分再三叮嘱 这家扎纸店 无论如何 也要一直开下去 而且必须由家里人开 不能请外人带开 而这份遗嘱的下半部分 就如天书一般 与其说是字 更像是鬼画符 面临这种情况 父辈们经过再三商量 便一致决定 让一直父险在家的我 来照应这家扎纸店 我叫沈明月 和大多数80后差不多 我有一个相当普通的童年 顺利的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次创业 却惨遭失败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险在家里 当父辈们找到我 谈这件事的时候 我一口拒绝了 因为我从小胆子就不大 扎纸店里的东西 大多数是烧给死人的 小时候曾经和爷爷 在扎纸店里睡过一晚 那一晚我似乎能感觉到 那些扎纸店 他们的眼睛似乎都在盯着我 不过那时候 父辈们开出了一个不错的条件 如果我可以经营那家扎纸店 每个月会给我一些报酬 一旦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可以立刻离开 而且晚上可以不住在店里 基于这一点 还有父辈们的软磨硬泡 最终 我还是答应了他们 初始的几天 一切正常 只是我依然对那些嘴唇鲜红 眼睛木染的白纸人心怀恐惧 不过很快 我便接了一台电脑 平时不去看那些东西 也就慢慢适应了 这扎纸店位于县城极为偏僻的角落里 与周围的楼房有些格格不入 生意更是惨淡 几天都不会有一个人来 就这样 平静的度过了一个月 我也慢慢适应了这种简单 几乎停滞的生活节奏 然而就在我以为 一切都会继续频繁下去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而我的生活 也被瞬间拖入了一个 我从未想过的模式 在扎纸店里度过的第一个月 平静的几乎令人发指 如果没有日历牌上 每天变换的数字 我甚至觉得 时间已经停在了某个点上 而这个停滞的点 却被一件怪事打破了 一天傍晚 我离开扎纸店回到家里 可是站在门口 钥匙却找不到了 我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 细心到多疑的程度 每一次离开店 我都会再三确认 钥匙是否带上 扎纸店的门是否锁好 有时候哪怕走出一段距离 也会因为疑惑再返回去 确认一次 因此遗漏钥匙这件事情 在我身上极少发生 而且我清晰的记得 在我离开扎纸店的时候 钥匙确实放在了口袋里 在门口停了一会儿 我还是决定沿原路返回 看看是否能找到钥匙 可是直到我快走到 扎纸店所在的街上 始终没有发现钥匙 正在我已经几乎绝望的时候 忽然我看见扎纸店的门 竟然敞开着 我可以确认 在我离开的时候 扎纸店绝对是关着的 而且据我所知 这扎纸店也就只有一把钥匙 一种不祥的预感 立刻洗上了心头 难不成 有人捡到了钥匙 然后打开了扎纸店的门 扎纸店里 虽然只有一些白纸人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那台电脑 是我心买的 想到这里 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静置冲向了扎纸店内 只见此时扎纸店里 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般景象 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 我走的时候什么样 现在依旧保持什么样 放在柜台上的那台电脑 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立刻疑惑了起来 我究竟是怎么了 难道真的是已经糊涂到 离开扎纸店 忘记关门 忘记带钥匙 直接走回家的地步了吗 我放慢了脚步 缓缓地向扎纸店里面走去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只有一缕残红的阳光 写写地从窗子照进来 落在扎纸店高高的 沾满了蜘蛛网的灰色房梁上 我走到柜台旁边的电脑桌前 只见那串钥匙 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心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坐了一会儿 我拿起钥匙 却不想连带着将钥匙下面的一张纸 掉落在了地上 我不记得我曾经 钥匙下面放过一张纸啊 随即我捡起纸来 轻轻地打开 上面的字 让我像是被电到了一样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瞬间将那张纸丢到一边 可是那句话像是诅咒一样 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就在你身边 第一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周深 这里是卡布周深带你听 希望下期再见 话说我刚才带着感冒的鼻音在那念恐怖故事 自己好想笑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